三国美人杜夫人遭吕布曹操抢夺霸占,连关羽都想得到她。 这里是瑞丽史,订阅我,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 说起三国美女,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貂蝉,毕竟貂蝉算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把天下第一高手吕布弥德神魂颠倒。 不过事实上,郑始终并没有貂蝉这个人,他是三国演义杜撰出来的,所以说大家喜欢的貂蝉,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并不存在。 不过凡事都不可能凭空捏造,貂蝉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他在历史中也是有原型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事实上,貂蝉的原型之一就是秦一路之气杜夫人,而这个杜夫人比貂蝉还厉害, 他不仅周轩与吕布、曹操、秦一路之间,甚至连关羽都想娶她。 杜夫人长得非常漂亮,是吕布手下秦一路的妻子,按照证实来看,杜夫人和王允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不过当年,王允既然能搭上吕布这条线,能够说服吕布和他一起对抗董卓, 中间势必会有牵线搭桥之人,而我们大胆推测,这个牵线搭桥之人很可能就是秦一路, 杜夫人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给了秦一路的。 后来的罗冠中,很可能就是按照这个剧情,改编创作出了美人计, 让貂蝉去挑拨吕布和董卓的关系。 秦一路是吕布的部将,所以一直跟着吕布行动,最终在徐州扎下根来。 由于秦一路老婆杜夫人长得确实非常漂亮,是远近闻名的美人, 所以他遭到了不少有心之人的惦记,这里面就包括吕布和关羽这两个猛将, 还有曹操这个人七爱好者。 关于吕布对杜夫人的惦记,史书并没有明说, 但是我们从其中的蛛丝马迹中可以推测出这个观点。 首先,秦一路被吕布派往初始袁术,想要和袁术结好, 结果袁术明知道秦一路有老婆,却执意将汉家的宗室女子嫁给秦一路, 并将秦一路扣留了下来, 这根本就不像是正常的两方邦交, 这秦一路就算长得再帅,袁术也不应该干这种事情吧, 除非这是吕布私下要求的。 其次,吕布在被俘虏时,向曹操抱怨是因为自己手下人背叛了他, 所以他才战败的,但是曹操直接回怼了一句话, 顿时让吕布哑口无言。 曹操对吕布说,你说你对手下厚道, 但你却背着你的妻子和你几个部下的老婆私通, 这能叫厚道,吕布见老底被曹操给接了, 只能沉默相对,也就是说曹操说的是大实话。 这样看来,秦一路出使袁术,被袁术扣押, 很可能都是吕布在后面故意使坏, 想要拆散秦一路和杜夫人, 然后他进水楼台先得月。 关羽对杜夫人的惦记,史书中是明确记载了的, 而且就因为这事, 关羽被曹操狠狠坑了一把。 当时刘备和曹操联合进宫关羽, 关羽早就惦记上了杜夫人, 所以他向曹操请示, 希望成破以后, 把杜夫人赏赐给他, 在曹操看来, 这本身是一个正常行为, 英雄爱美人嘛, 但是关羽多次向曹操提及这件事情, 这就让曹操非常好奇了, 到底这个杜夫人是有多漂亮, 竟让关羽如此惦记, 于是他准备自己先瞧瞧, 结果这一瞧,杜夫人直接被曹操霸占了。 曹操是什么人, 为了女人, 儿子折爱将的性命都可以不要, 关羽怎么这么傻, 竟敢让曹操惦记上杜夫人最终煮熟的鸭子飞了, 不知道关羽是得有多悔恨, 也幸亏当时关羽手中兵马不多, 否则很可能又一次发生晚成之乱, 曹操霸占了关羽心心念念的杜夫人, 而且还和杜夫人生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更为重要的是, 曹操把杜夫人和秦一路的儿子也养起来了, 还大方向众人炫耀, 天下间没有谁像我曹操这样大度吧, 对妓子如此之好, 每次看到这里都不得不佩服曹操, 真是人才啊, 干了好多人不敢干的事情, 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真消雄也。 秦朗是杜氏与前夫秦一路的儿子, 杜氏成为曹操妾氏时, 秦朗年纪尚小, 他只得跟着母亲一起住进了曹府, 成为曹操的妓子, 曹操一生姬妾无数, 子女成群, 除了亲生子女外, 他还有一个养子曹真和两个妓子何燕和秦朗, 与曹真的骁勇善战和何燕的肆无忌惮不同, 秦朗为人低调且谨慎, 他深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在曹府和曹操面前从来都是谨言慎行, 即便他的母亲都市非常得曹操宠爱, 他也没有因此飞扬跋扈。 对于这个性格严谨, 不卑不亢的妓子, 曹操很是喜欢, 再加上对都市的宠爱, 爱无及乌的曹操对秦朗可谓是有求必应。 他曾经还对宾客们说道, 世上有像我这样疼爱妓子的吗? 足见他对秦朗的宠爱。 不过, 秦朗在曹操在世时并没有出任任何官职, 长大后的秦朗开始四处游历, 直到公元227年, 与秦朗自小关系甚好的曹睿即位, 秦朗才得已入朝为官, 被封为萧綦大将军, 在曹睿左右半嫁。 在曹睿身边侍奉的时候, 秦朗仍然保持着低调的本性, 对于曹睿喜欢检举揭发别人罪行, 只因一点小错误就将人处死的嗜好, 或许他担心会祸及自身, 也或许是本性寡淡。 事不关己的问题他都不关心, 总之对于曹睿所做的一些不良行为, 他都不曾谏言。 因为秦朗是曹睿身边的大红人, 很多人都想巴结他, 希望他能替自己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 但秦朗对此都不为所动, 更不曾在曹睿举荐他人。 可即便如此, 毕竟是曹睿宠信之人, 霸解秦朗的人仍络意不绝, 秦朗的财富也日积月累, 堪比恭猴。 曹睿觉得秦朗为人低调, 也不曾拉帮结派, 对他更加信任, 多次赏赐秦朗, 还赐予他一座大宅子, 足见他对秦朗的重视。 在曹睿的重视下, 秦朗也有所作为, 他先后争讨鲜卑, 抵御诸葛, 未稳固曹魏江山立下功劳。 公元238年, 曹睿病重, 原本他想要秦朗当辅政大臣, 结果因重臣夏侯县等人的劝说, 秦朗被免官, 此后不得入宫省, 自此, 关于秦朗的实在寥寥无几, 按照他的性格, 或许是带着一家人归隐了。 至于他的母亲度士, 嫁给曹操后, 先后生下了二子一女, 其中女儿被封为金香公主, 曹操还将这个女儿 嫁给了他的另一个妓子, 就是上文提及的行为张扬, 仗着使曹操妓子 肆无忌惮的何燕。 何燕武力之不行, 喜好文学, 而且长得非常俊美, 在当时有低美男之称。 曹操便将女儿金香公主 嫁给了何燕, 谁料, 婚后金香公主 与何燕的婚姻并不和谐, 虽然何燕长得俊美, 却是个纨绔子弟, 整日沉迷于享乐, 惹得金香公主很是不满。 每每见到度逝时, 她都会向母亲抱怨道, 何燕如果一直这么跋扈下去, 日后必然会惹祸上身的, 听到女儿的抱怨, 度逝反而笑着说道, 这样你就不用妒忌了。 不久之后, 高平陵之变爆发, 何燕作为大将军曹爽的党羽, 被诛杀, 真真是应了度逝那句话, 好在金香公主并未被牵累, 她带着儿子存活下来。 在度逝看来, 如果丈夫品行不端, 即便当寡妇, 也比当一个度妇要好得多, 这番间谛在那个年代很少见了。 从杜氏对女儿的这番劝慰, 足以见得她是一个睿智的女人, 能获得一代枭雄曹操的半世宠爱, 也不稀奇了。 貂蝉是三国演艺虚构的人物, 不过她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她有许多原形, 而原形之一便是秦一路的老婆杜夫人, 杜夫人长得非常漂亮。 受到了吕布, 关于曹操等人的青睐, 最终被强大的曹操霸占, 还为曹操生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也算是得以善终了。 事实上, 根据杜夫人的结局,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推测, 三国演艺中貂蝉的结局。 而纵观杜夫人的一生, 可以见得在乱世之中, 美貌既可以是保命的武器, 也可以是致命的弱点。 纵观杜夫人的一生, 历经坎坷, 几经漂泊, 可以说是霍言美貌, 浮言美貌, 由于太过美丽, 屡次被人霸占, 也因为美丽儿一直都能活下来, 杜夫人之所以能拥有最后的好归宿。 这与她的智慧,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杜夫人也是可怜之人, 因为自身的美貌, 导致自己一生都处于一场争夺之中, 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像落叶一样随风飘荡, 好在最后能有一个不错的归宿, 但更多的女性则没有这么幸运, 在战争年代的境遇令人惋惜。 对于拥有天资国色的杜夫人而言, 她的美貌与财情, 带给她的就是换了一任又一任的丈夫。 常人看来, 这已经是非常悲惨的命运, 但曾被多个男人霸占的她, 却没有因此寻短见, 反而最后生儿育女。 过上了自在的生活, 得以善终, 也算是豁达惬意之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